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我回去再修正一下 那原則上您看我們這個積木的部分 您看在這邊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就是把整體紅外線帶進來 因為它只有一個訊號角位 帶進來之後 那它有一個偵測 如果有就顯示什麼 沒有就顯示什麼 所以很單純 紅外線老實講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那個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 首先我在這邊馬克一號對不對 然後呢我就把一樣 我的ID加進來 那麼我們的這裡 第一次用到 因為會回傳數值 對不對 所以它就不是原件喔 是什麼 叫做傳感器 所以你要到傳感器這邊 這個類別裡面來找 有沒有人體紅外線 點開你就看到 它只有兩個而已 就很簡單喔 所以你把第一個 硬體一定要先做連接 先把它拉進來 確認一下你的腳位在第幾個 再來呢 就開始偵測囉 偵測一下 那如果有或沒有 是不是就在這邊 有感測或沒有感測到嗎 那我們把它顯示在右手邊好了 顯示在右手邊 所以你可以把我們這個 網頁互動區打開 就用顯示文字的就可以 那我就來這邊顯示 如果有感測到 我就顯示什麼內容 那什麼內容就是一個文字的字串嘛 所以要找哪裡 在找基本功能裡面 找基本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文字 等於說我要自己打那個內容 基本功能裡面打開 有一個文字 這個就是自己寫那個文字內容 字串的 所以我把它按著 按著拉出來 你這邊就可以自己打 有人喔 這樣 那相對的 我要另外一個 如果沒有偵測的時候 我就把它 複製貼上 告訴他 如果沒有偵測到的時候 就 看你要做什麼事情喔 這樣這樣 這樣OK嗎 因為他就是回傳 有或沒有而已嘛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去做判斷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把它 確認一下 我們來試看看喔 因為他本身 紅外線偵測 在感測器上 你不會看到什麼 所以如果有人來了 剛剛這邊多打一個 有沒有 你看我過來了 這樣 這樣 有看到嗎 因為這個 眼睛看不到嘛 所以只好 檢視在這裡 對不對 這樣 OK嗎 但是 人如果不動的話 這個感應器 就怎麼樣 它就不會發生作用喔 就是我如果不動 我現在不動 有沒有發現是偵測中 可是我如果持續移動 他就知道 這個是有東西在動 這個像不像我們很多人回家的時候 有一個 那個 紅外線感應那個燈 對不對 也有一種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啊 店家門口 有人來的 叮咚 對不對 不一定要開門喔 呵呵 就是來了 我知道有人經過的 就叮咚一下 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那如果說 你想要讓它 再更清楚一點 可以搭配什麼 最簡單的 可不可以搭配LED燈 有人來的就亮起來 所以你看我們 簡報裡面的下面 這個範例 有沒有 夜間自動照明 人來了我就亮起來 你可以把LED燈接進去 把LED燈接進去 這樣是不是就有感覺了 所以 這個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連結正確 有 這個我有連結正確 所以我只要把LED燈插在 第13的那個位置 如果你剛剛那個LED燈沒有拔掉的話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把它接上去 記得喔 老師如果要接新的東西 還是建議你把這個弄掉 所以我就把這個 LED的部分 長角接在13 短角接在GND接地的部分 好 弄好了 現在我就再把它接上去 好 確認它有上線了 我們就實際再測一下 一樣 我把這個ID把它複製起來 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Play一下 我們先確認一下 偵測中 如果有人來了 有沒有亮起來 沒有的 有人來了 就亮起來 這樣可以嗎 哈哈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比較有感覺了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感測器就 等於它會講話了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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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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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